咱们开始介绍这个VIM的使用 那么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你得知道啊 这个VIM呢有三种工作模式 哪三种呢 一种是命令模式 一种呢是编辑模式 还有一种是末号模式 这三种模式 那么命令模式下边我们一般做什么事呢 比如说我们呢对这个文件啊做一些修改 有的时候是在命令模式下边做的 那修改呢 或者说文件的编写 编辑模式下边呢也可以做 一般我们不是说我们编写一个应用程序 编写原代码都是在编辑模式下边写的 你编辑好了之后 做对个别位置做修改 命令模式下边可以改 那么这个切完到编辑模式呢 也可以做修改 末号模式下边做什么呢 末号模式下边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行挑转了 查询了 替换了 或者说保存退出了 那么这些都是在末号模式下边用的 那下面呢有一个图啊 咱们看这个图呢需要对这三种模式啊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有直观认识之后呢 咱们下边呢就对这三种模式啊 第一次的里边的命令呢展开 来做一个讲解 好 让大家看一下啊 那你在shell下边 就是我们打开这个虚拟终端 你敲命令呢 其实就是敲的shell命令 shell命令下边 我们让你敲vi 或者敲vi 后边呢加一个文件名 哎 这个文件呢就被打开了 那打开之后 他进入到的是一个什么模式呢 哎 命令模式啊 就是默认啊 进入到的就是命令模式 那么进入到命令模式之后 啊 这个命令模式呢 他可以切换到编辑模式 也可以切换到默认模式 哎 那么让这两 这个编辑模式呢 也可以切换回来 默认模式呢 也可以切换回命令模式 但是有一点啊 编辑模式和默认模式之间 能够相互切换吗 能吗 你看这个图里边画箭头了吗 没有 那没有就是不能 就是说编辑模式和默认模式之间 你要做切换的话 怎么办呢 必须以命令模式为桥梁 必须呢 先切换到命令模式 然后呢 再切换到另外一种模式 也就是说啊 这个命令模式 是我们操作的最多的一种模式 那么至于说啊 他们之间是怎么做切换的 后边咱们再对应的讲 就是说你先对第三种模式啊 有一种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就是近 VI打开之后 首先进入到的是命令模式 然后命令模式可以切换到其他两种模式 啊 是这样一个关系 好 那其他模式量 这个编辑和默认模式之间切换呢 也是需要以命令模式为桥梁的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来吧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好